结果是一个逃犯 实际上就是这个勒索 你知道我国真是个假的遍地的这么一个地方 这个假记者现在已经到了一种非常成行成事的程度 到处都是假记者 这个假记者是干什么的 就是勒索钱财 凡是能源煤矿或者是什么 你不要出事 出什么工商 一出工商 真记者是第二天才到 冲到第一线的假记者 假记者有时候拿好几家的钱 就是这样 对我听一些朋友说是 而且是排队不止一个 像在任何地方有个事情发生 比方说矿场发生悲剧 一堆几十个假记者去那边排队去领接口费 排队你不敢相信 你真的季节去想要采访 要排在后面 要慢慢排 排第58个才能道理 这个他就说 我看有一个词 报上有评论 说宝马车主追上去打死奔驰车主 他有个词他说 全民焦虑 你知道当然咱也要很谨慎说这个 任何一件事都是个案 他不代表全体都这样 可是你也能感觉到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现在的这个人 就是北京话爱讲 黑我这暴脾气 就是越来你说我还能跟你说出一大串 这个黑龙江的一个媒体 你看还讲了一个一个还是个什么赫港的 把龙媒集团一个中层干部 因为工作纠纷下属啊就把他烧死了 而且我还想起前一阵东北夫妻俩吵架 你知道吗 夫妻俩这一吵架 老公就往老婆身上泼汽油 泼完了之后呢 打火机点着一针 把老婆点了 你说他就是说 到最后老婆深度烧伤 生命垂危 他后悔不已 就是你知道吗 他会后悔 但是当时 为什么这个脾气 最近我在生活中 我就感觉到 这个人呢 好像这个火啊 越来越容易往上窜 你不觉得吗 这一系列现象 其实都有一些共同特征 都是一些 其实我们简单说是反射 社会的一些行为 而且是常常针对弱势 比方对小孩 幼儿园 对小孩动手 已经很多次了 笑车 像是烧老婆 这就是他 他不是真的反抗强权 你刚才说一个烧上司 这个还是 有点反抗 这个好像还有点反抗 其他大部分是 明明是被狼欺负 但是他不是 他做羊吗 可是他欺负下面的兔子 羊是 他欺负兔子吗 打个比方吧 否则没办法 对吧 就是建了狼显阳相 建了阳显狼相 卢宣相 就是这么 这是一个反社会 但是我就在想这个问题 我就会想到 因为这种事情其实 也不是今天才有 说实在话 今天是因为传媒发达 大家知道的多 回到六七十年代 难道中国就没这类事吗 我在想 我在想到 你那个年代过来 我在想 但那个时候是比较少 为什么呢 一个原因是阶级斗争 因为一旦有任何这类的事情 哪怕你不要说点火烧了 你就烧不肯倒草 人家就有阶级斗争行动一下 没错 所以那个时候就很快 你就完了 你就不敢动 高压 对不对 广东接洋的这个 你记得吗 他还烧了两回 他跟被烧死那一家三口 没仇 他是什么啊 他自己盖房子 借钱欠了债 还不起 他心情不好 心情不好呢 他就去烧纸 烧点塑料 他到哪烧 不都到垃圾堆烧吧 所以他就到废比全国站烧 第一回烧完了 他就走了 发泄了 也没烧到人 过几天 又第二把火 把人家一家三口烧 烧得过瘾 那我更感兴趣是说 心情不好这个说法 我觉得我们要小心啊 因为刚刚听文涛说 很多个案 他杀人 什么破坏 然后说我心情不好 因为我心情不好 所以去破坏 好像因果关系是这样 我是很怀疑的 可能是说坦白讲 我们破不破坏 每个人都想打人 我不晓得有几次想打你了 可是因为我的修养 因为我的情绪 有法律在后面限制 还有我 法律是最后码 我要修养 我的情绪管理 我的法律等等 我的利益计算 还有我打不过他 这也是利益计算 那这些 可是现在很流行说 你破坏了一些事情 这把我心情不好 这个作为堂皇的理由 光明正大的理由 这意思是说 我们回看 这个社会 不仅是中国 全世界 这十年 都把心情好 太当作一回事 好像天经地义 每个人都要什么 我开心 我不开心 假如你在香港 你看新闻 看报纸 看听电台广播 什么都好 你经常要听到这个字 我不开心 我不开心 我不高兴 这样 好像这个东西 是那么重要 所以当我打完你了 我这时候 我心情不好 其实跟那个无关 我觉得我对这个说法 更感兴趣 真的 香港人这个语言 这个如此的贫乏 以至于 他们网上都弄出一个 就是TVB 现在这不是颁奖的吗 这个电视剧集 就是现在有一种 现在大陆人也都很熟悉了 配音之后 我都非常熟悉 就是说 有一种叫港剧枪 你知道吗 这港剧枪 现在成了一种 特流行的句式 就是一说就是 这个什么 什么不要这样了 就是我想 他们是怎么说来的 就是说 这个走言 最赶紧 好想 就是做人 最近要开心了 你捅不捅我 我煮碗 我煮碗 还要 我煮碗面给你去 然后还有一个最经典的 你看几乎所有楼德华的 或者说香港的黑社会片 都有这句对白的 就说 我没得敢 我没得选择 我一定要去救他 一定要冒险去救我的朋友 杀死对手 我煮得敢 一定有 一定有 这些就是中间机制啊 就是你刚才讲的 从不开心到打人 你刚才不是列了好几条低巴吗 你的修养啊 厉害计算啊 以及法律的制约啊 这个就是制约 就是因为我们 谋得敢 所以你就算不开心 你还是要觉得 法律低了 就是你知道 你要你要 这些都是 刚才我们讲 你一不开心 就可以去杀人 去放火的 那就是因为中间的 这些堤坝没了 或者这个堤坝越过太容易了 所以你就说这知识分子 有的知识分子聊天啊 也挺逗的 你知道在那忧心重重的 就是我那天 就说起这些事啊 他们就觉得 就是说 说最可怕的是什么 有一个老哥们就说了 说是什么呢 说你看 过去一出了什么一个问题 咱们总是说 这个领导有责任 或者说什么什么 感觉人民群众眼睛是雪亮 他说我告诉你们 知道内情的人都知道 现在的问题是 咱们的领导 这是中央领导 他们是脑子最轻型的人 真正可怕的是 人民疯了 开玩笑 去下广告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人生有很多目的地 每一次出发 都是新银的旅行 唯有专业保障 帮您享受路途 天平保险 自在出行 科技是品质的源泉 责任是品质的保证 品质改变世界 三亿重工 我刚才话没讲完 就是说以前虽然心情不好 那事情比较看到的少 医生阶级斗争的高压 还有一个原因 现在的武器厉害了 现在啊 老百姓啊 一旦有什么心情不好 有两个最简单的武器 一是汽车 二是网络 汽车怎么叫 烧车 你看看我们节目 这大半年做的 所谓的社会新闻啊 其实基本上等于一个交通节目 你看 温州动车追尾 小月月事件这么大 不就两面包车压死儿童吗 对不对 校车事件搞得全民反省 我们的价值观在哪里 不就是甘肃的一个车 也是交通 他是逆向行驶 因为逆向行驶 一个泥头车对撞嘛 对不对 正好这是校车 什么车都玩的了 这不交通 你看现在刚才有本尺宝马 对 我们一年有大半年在考论 讨论交通事故 哎 薛老师 你这个洞察力啊 你还真的是说 中国人的社会啊 无独有偶 我跟你说 虽然原因和本质大不一样 但是表面一样 你我又受你的启发 我就想起 我在台湾 我挺爱看台湾电视 因为看的时候就觉得忘记天下嘛 是吧 在台湾电视 我看了这么一晚上啊 是全台湾岛一天交通事故汇总 他这个新闻没别的 从这个寡蹭 从一个普通的寡蹭到撞车 你就看台湾整天 二十四小时 因为他甚至到了一个地步 我在台湾也是非常爱看 他你汽车交通还没发生事故 他就去报了 他派了几个记者 走在路上派人家 你看你看 这个车追尾 好危险 很容易出问题 他根本还没发生事故 他就把它作为一个新闻 这样报给你看 但是有趣是有趣 他们台湾香港是新闻少 所以普通撞车就成新闻 对对 中国大陆现在不是这样 他是社会矛盾积居的太厉害 所以任何一撞车 撞出一大堆的社会矛盾 你知道你要 后来就全部是车的问题了 小月大家都知道 我跟你说 你要这么比 我就不得又得讲 我们北京凤凰会馆门前这条路 你知道我要是坐车 上那去录像 一个小时 那么半个小时就堵在这条路 很窄的 走只要十分钟 他就是中国的一个缩影 你知道吗 他本来是个双形的车道 也够这个地方 但是后来因为两旁有人乱停车 乱停车他也管不了 最后他采取个什么办法 就有的单位 好像说该谁收停车费都说不清 最后就有人弄铁杠子 把两边各封起了一段 于是这个路就变得刚刚只能容两辆车 很紧了 其实就这样 我认为有关交通部门 你就规定单行道好了 有一度是单行道的 对 到后来又是双行道 双行道就反映中国人这爆脾气 每每堵在哪 两个车龙对着 顶着 谁不让 谁也不让 那你问题是报警没有用吗 没没 被路被人家霸住 我住以后就希望里面有的人泡出来说我爸是李刚 人民群众自己维持 记得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让一让 你们让一让 让一让 然后大家慢慢忙